高雄人舞區一間彩券行 大龍炮狂炸慶祝開出大獎 就是這一張清源刮刮樂 刮出一千兩百萬頭獎 讓人超羨慕 一千兩百萬頭獎 刮刮樂全台只有五張 而這間彩券行開出全台第一張 幸運得獎人 是一名年約三十多歲的男子 店家說是陌生臉孔 一開始掀完幾張小額刮刮樂 試手氣連贏幾個小獎 後來來一張大的 請公讀生幫忙挑一張千元刮刮樂 沒想到意外中投獎 這位公讀生才第一天上班兩個小時 受氣超旺 他就覺得說為什麼我不自己買 他跟我們工作人員都是屬豬 男人生肖都屬豬真的超巧合 男子當下拿出十萬元現鈔 要給店家分紅 但店家玩具說沾沾喜氣就好 現場有拿一碟千鈔 但是那時候我跟他說 我們這個基本上是不收啦 應該最少有十萬 店家回想開獎前兩天 麻雀聚集 難道是開頭獎徵兆嗎 不管如何 這位中獎的幸運兒 一夕之間變成千萬富翁 接近縣中黃旭雲高雄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